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中迷路 突然听到一阵怪笑声 回头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这种情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过 天狗也不是完全坏心眼的妖怪 有些传说中 天狗会教导那些有潜力的武士和僧侣 传说他们武术和法术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原意经 Minamoto know your system 据说他年轻时曾在山中遇到天狗 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高超的剑术 这才成为后来的名将 天狗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他们如何在山中举行盛大的宴会 或者如何在夜晚飞行 甚至有些天狗还会变成人类 汇入人群中观察人类的行为 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日本的民间传说 也让我们对这些神秘的山中妖怪 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总的来说 天狗是日本民间传说中 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角色 他们的恶作剧和神秘力量 让人又爱又恨 但也正是这些特点 使得天狗成为了日本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 下次你去日本的山林探险时 记得多留意周围 说不定你会遇到一只 正在恶作剧的天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俄罗斯的巴巴雅嘎 森林中的巫婆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神秘角色 巴巴雅嘎 巴巴妖嘎 这位森林中的巫婆 可是个相当有趣的角色 她既恐怖又迷人 让人不禁想多了解她的故事 首先 巴巴雅嘎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子里 这个房子长的鸡腿 能够四处走动 是的 你莫听错 这房子有鸡腿 想象一下 一个木制的小屋 下面却是两只巨大的鸡腿 这画面真是计划机 又有点诡异 这个房子不仅能走 还能转动 通常会背对着来访者 让人无法轻易找到入口 要进入这个神秘的房子 你得说出特定的咒语 请求她转过来 巴巴雅嘎的形象也相当独特 她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年迈的老妇人 长着勾鼻子 牙齿像铁一样锋利 骑着一个巨大的鸡 对 就是那种用来捣碎东西的鸡 用一把扫帚来扫除她的痕迹 这位巫婆的形象 既让人害怕 又让人忍不住想多了解她的故事 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 巴巴雅嘎既是恐怖的象征 也是智慧的化身 她有时会吃掉迷路的孩子 这让她成为了许多童话中的反派角色 然而 她也常常扮演着测试和指引的角色 帮助那些勇敢和聪明的英雄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种双重性让她成为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关于一位名叫瓦西里维莎 Vazelisa的年轻女孩 她的继母和继姐妹对她非常苛刻 让她去找巴巴雅嘎要火 瓦西里维莎在森林中找到了巴巴雅嘎 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 最终凭借她的智慧和勇气 成功地获得了火 并且回到了家 这个故事 不仅展示了巴巴雅嘎的恐怖一面 也显示了她对智慧和勇气的尊重 总的来说 巴巴雅嘎是一个充满矛盾和魅力的角色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智慧和勇气是战胜困难的关键 而恐惧往往只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克服的挑战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 能让你对这位神秘的森林巫婆 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西的库鲁皮拉 守护森林的红发精灵 当我们谈到巴西的神秘生物时 库鲁皮拉 Curopeira 绝对是其中一个最引人入胜的角色 这位红发精灵 在巴西的民间传说中可是大名鼎鼎 甚至可以说是亚马逊羽龄的超级英雄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位森林守护者的神秘面纱吧 首先 库鲁皮拉的外貌就足够让人印象深刻 据说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 这在猫咪的绿色森林中显得格外醒目 更有趣的是 她的脚是反向的 这意味着 她的脚趾是朝后的 这样的设计可不是为了时尚 而是为了迷惑那些试图追踪她的人 想象一下 猎人们看到脚印一位库鲁皮拉朝某个方向走了 结果却发现自己越走越远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库鲁皮拉的主要职责是保护森林和其中的生物 特别是防止人类的过度砍伐和狩猎 传说中 她会用各种方法来惩罚那些破坏森林的人 比如 她会发出奇怪的声音来引诱猎人迷路 或者让他们在森林中兜圈子 直到筋疲力尽 这种森林版的迷宫 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破解的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位贪心的猎人 决定无视村民们的警告 进入了库鲁皮拉的领地 她带着满满的猎物 心想 这次一定能大赚一笔 结果 库鲁皮拉出现了 开始用她的魔法让猎人迷失方向 猎人走啊走 走了好几天 却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 最终 她不得不把所有的猎物都放回森林 并发誓 再也不会烂捕烂杀 库鲁皮拉这才放过她 让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库鲁皮拉的故事不仅仅是传说 更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或许不再相信 这些神秘生物的存在 但库鲁皮拉的精神 却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毕竟 保护环境和珍惜自然资源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肩负的责任 所以 下次如果你有机会走进亚马逊雨林 不妨想象一下库鲁皮拉 可能就在某个角落 默默地注视着你 记住 尊重自然 才能真正享受它的美好 毕竟 谁也不想在森林里迷路 对吧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一些 来自不同文化的神秘生物故事 我们聊了日本的天狗 俄罗斯的巴巴雅嘎 以及巴西的库鲁皮拉 这些角色不仅有趣 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简要总结一下 天狗是一位在山中恶作剧的妖怪 既是守护者 又是捉弄旅人的高手 巴巴雅嘎 则是一个复杂的森林巫婆 她既恐怖又聪明 能帮助勇敢的孩子完成任务 而库鲁皮拉 则是一个反向角的红发精灵 专门保护森林 惩罚那些破坏自然的猎人 这些故事 让我们在欢笑中 也感受到 对自然和传统的敬畏 深入分析这些角色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都反映了 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恐惧 天狗 巴巴雅嘎 和库鲁皮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微妙的 保护自然环境 是每个人的责任 通过这些奇特的形象 和幽默的情节 民间传说 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娱乐 也传递了重要的价值观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神秘生物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 其他有趣的民间传说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意见和提问 我们一起探讨 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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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